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顿时光变传言四起 他今出席保养品代言人发表会 哽咽表示自己去年生第二胎时 阴产后麻醉要付作用 说得不宜 因此孙乐心不希望老婆的阴生小孩所苦 特别在活动前一天结渣 让他感动不宜 孙乐心多非乐及此事 还回应记者 现在不方便都说 等他开记者会再说 打卖官子 故弄玄虚 而孙乐心还透过影片现身 记录自己结渣过程 并对老婆发表爱的告白 让钟心仪爆哭 两人今在记者会上 透露 其实结渣这件事 农一年前就说好 还说手术当下 一定让钟心仪陪同 但后来太多考量 担心自己会胆怯 便在得到老婆的签名后 偷偷去咨询 做手术 直到昨天 回在否路讲开开的 才被发现 然而老婆一得之后 立刻崩溃 大吵一架 钟心仪坦言 老公愿为他结杂 觉得很幸福 不过 他无法接受被欺骗 甚至认为说谎 有一就有二 还一度将离婚挂在嘴边 孙乐清又今 惊喜现花给钟心仪 W 收集公 钟心仪今出席代言活动 记者消防起社 钟心仪 又 今在记者会上 看 孙乐清结扎纪录片 记者消防起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